黄泉,自公衡,巴西郡郎中人,年少时做过郡中立役,一周目刘章征召他做主部,当时别嫁刘松建议应该迎接刘备,让他征讨张禄。 黄泉劝谏说,左将军刘备有骁有名声,现在请他过来,如果想用部下之礼对待他,就不能使他满足。 如果用宾客之礼对待他,那一国不能有两位君王,如果客人有泰山般的安稳,那君主就有泪卵般的危难。 现在可以守边境以等待时局稳定,刘章没有听从,最后派使者迎接刘备,并让黄泉出京做广汉县县长。 等到刘备攻击夺取益州,将帅们分别占领了益州各郡县,各郡县都望丰依附孙权,黄泉紧闭成门坚守。 直到刘章投降,才前往到刘备那投降。刘备让黄泉代理天江军,等到曹操攻破张鲁,张鲁逃奔进入巴中,黄泉觐见说,如果是去汉中,那三巴之地就无法振兴,这是割去了蜀地的大腿与手臂啊。 于是刘备以黄泉作为护军,率领各江迎接张鲁。张鲁已经返回南政,又往北投降草操,但突然攻破渡祸、瓢湖,杀了夏侯渊,占绝汉中。 都是黄泉的计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依然坚韧一周目,让黄泉做至中从事。 等到刘备登基,将要往东征讨无果,黄泉劝谏说,无人强悍善战,再加上大军顺流而下,进军容易退兵难。 陈请求作为先驱以探敌人虚实。陛下应该坐镇后方,刘备没有听从黄泉的建议,让黄泉做镇北将军,带领江北军队,防御魏国军队,刘备自己在江南。 等到吴国将军陆毅趁着长江水流冲破蜀军的包围,蜀军江南的部队战败先,刘备撤军。 但返回的道路阻隔,黄泉不能返回蜀地,所以率领所带领的部下投降未果。 蜀国有关部门依法执行,上报将黄泉的妻子儿女收押。 刘备说,我辜负了黄泉,他没有辜负我,依然像过去一样对待他的家人。 魏文帝曹丕对黄泉说,您舍弃背逆天命的人,而效忠顺应天命的人,是想要效法陈平,韩信的做法吗? 黄泉回答说,陈受过刘备的特殊礼遇,既不能投降无果,也无路返回蜀地,所以归顺我朝。 况且败军之将,免于一死就是姓氏,还有什么羡慕古人的呢? 魏文帝很是赞赏,任命他为镇南将军封为玉阳侯,家官适中,让他陪坐同乘一辆车。 蜀国投降的人有人说,黄泉的家中家属已被诛杀,黄泉知道, 是虚假之话,没有立即发丧,后来经过确切消息,果然像黄泉所说的。 等到刘备去世的消息传来,魏朝的群臣都相互庆祝,而只有黄泉没有笑。 魏文帝察觉到黄泉很有气量,想要使他震惊,派不下召见黄泉。 趁他还没来,催促他的人接二连三,使者起码催促,络绎不绝,官属侍从都胆战心惊,而黄泉言谈举止,神色自若。 后来黄泉兼任一周刺史,又调任到河南。 大将军司马懿非常器重黄泉,问他说,蜀地有多少像你这样的人呢? 黄泉笑着回答说,没有料到您如此看重我,司马懿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是快意知事,每次谈论起您都赞不绝口。 不改出言,景出三年,蜀颜锡二年,黄泉升任为车骑将军,一同三思,第二年去世,嗜好为景侯。 他的儿子黄庸继承爵位,黄庸无子,所以爵位无人继承。 黄泉留在蜀地的儿子黄泉,担任尚书郎,跟随魏将军诸葛瞻抗击邓,到了浮县,诸葛瞻盘缓不前,黄泉多次劝诸葛瞻应该以急速前往战决要地, 不要让敌人得以进入平地。 诸葛瞻依旧不采纳,黄虫以至于痛哭流涕,适逢邓爱率军长期长驱而入,诸葛瞻且战且退到了免竹,黄虫统帅军队激励将士,与敌决一死战,在战场上被杀害。 李辉,自得昂,见宁郡于原县人。当过军中的都游,他的孤府篡瞻席是建林县县的县令,有犯法之事,李辉因为他的事而被免官。 太守董和因为篡席是地方上的大姓,所以将他的事压下,并保留住李辉的官位。 后来又举荐李辉到周周中,他还没有到周府,得知刘备从家蒙返回攻打刘章。 李辉知道刘章必败,刘备必成,所以就假借郡中的使者,往北去拜见刘备,在棉竹相遇。 刘备很赞赏他,让他跟随直到洛城,并派他到汉中跟马超交好,马超于是从命归附。 成都平定后,刘备兼任一周末,任命李辉为公曹输佐,主部。 后来他被投降的俘虏诬陷,说他参与蒙逆,执法部门将他押送到刘备面前。 刘备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又升迁他为周中别嫁从事。 张五元年,来将都督邓芳去世,刘备问李辉说,谁能代替邓芳呢? 李辉回答说,人的才能各有长短,所以孔子说, 要依据他的才能而任用他。 况且,明主在上那下沉就会尽职,所以先灵战役,赵冲国说不如用老臣。 臣字不量力,希望陛下明察,刘备笑着说, 我的本意也是有意于你于事,就任命李辉为来将都督, 让他持福节任郊州次世,至所在平一线。 刘备去世后,高定在月归横行, 雍凯在剑宁跋扈,朱包在张科反叹。 丞相诸葛亮南征,先经由月归,而李辉取道向剑宁。 各县大联合,在昆明将李辉的部队围困, 当时李辉的兵数比敌人少数倍。 又没有得知诸葛亮的消息,就假意对男人说, 大军粮草已尽,想要撤退,我们离开家乡很久, 现在得以返回,假如不能回到北面, 就打算与你们同谋造反,所以以示相告。 男人相信了这些话,所以对李辉部队的围困开始怠慢松懈, 于是李辉率军出击,大破敌军, 一直追逐败军,往南到了盘江,东面到了桑科, 和诸葛亮率领的部队互相呼应。 南方平定后,李辉因为军功最多, 被封为汉兴廷侯,加官安瀚将军。 后来大军返回,南方少数民族再次反叛, 杀害当地守将。 李辉亲自前往征讨,铲除叛贼中的恶人, 将他们的首领迁往成都。 从手,普少数民族中征调羹牛、战马、金银、 西角、皮革以供应军用, 所以在当时这些方面的物资没有缺乏。 剑兴七年,焦州归属东吴, 解除了李辉的次世职位, 改为兼任剑宁太守, 让他返回本郡居住。 后来又迁居汉中, 剑兴九年,李辉去世, 他的儿子李仪继承爵位。 李辉弟弟的儿子李囚, 是与林幼不都, 跟随诸葛瞻抗击邓岸, 林阵受命在绵竹战死, 吕凯自济平, 永昌郡不为线人, 他在军中担任五官院工曹, 当时雍凯等人得知刘备在永安去世, 交金欲加资长。 兜护李延给雍凯写了一封六张纸的信, 向他说明其中的厉害, 雍凯只回答一张纸说, 听说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现在天下鼎立, 有三种不同的立法, 所以在远处的人心中惶恐, 不知归附哪里, 他的狂辈傲慢到如此地步。 雍凯又向东吴投降, 东吴摇任雍凯为永昌太守。 永昌在益州郡的西面, 道路阻隔, 跟蜀地隔绝, 又改换了太守人员。 吕凯和傅城, 蜀郡人王抗一起率领和激励, 官吏百姓, 匕首四镜, 抵御雍凯。 永凯多次给永昌发布习文, 劝诱吕凯, 吕凯回答习文说, 上天降下灾乱, 英雄趁机四起, 天下咬牙切齿, 万邦都心中悲痛。 臣民无论大小, 都想着忠诚尽力, 干脑涂地, 免除国难。 想到将军, 您世代身受汉家恩典, 我认为您应当亲自召集人马。 率先行动, 向上报答国家, 对下不负仙人, 以求功劳能输于史册, 留名千载。 哪想到您向东吴臣服, 背叛根本呢? 过去顺地勤勉于百姓正事, 在苍吴去世, 史极都赞赏他, 流芳千古。 他葬身江南, 多么悲伤。 周文王, 周武王承受天命, 周承王才能平定天下, 先帝承受天命, 海内外风归附。 朝臣聪明敏锐, 上天降下安康。 而将军您看不到盛衰的记载, 成败的征兆, 就像野火燎原, 人踏冰河, 一旦火灭冰箫, 您将依附什么呢? 过去将军您的先父拥吼, 与汉朝结怨却受封, 窦戎知道东汉将兴, 所以归顺士族, 都是流明后世的, 世代歌颂他们的美德。 现在丞相诸葛亮英才杰出, 在事情未开始前就觉察到, 接受先主的托孤一命。 辅佐汉氏兴隆, 跟众人相处无所偏差, 奖赏功劳不计小过, 如果将军能幡然醒悟, 改变图谋, 重新走向正道, 那古代贤人不难追忌。 永昌这块小地方, 哪里足够您管理呢? 楚国对周朝不敬, 齐桓公问责, 夫差建好称霸, 靖国抑制他的势力增长, 更何况, 你所臣服的并不是民主, 谁肯归附呢? 我认为古人大义, 为臣者不和境外智人交往, 所以前后和您有来往。 再次收到您的习闻, 我发奋望时的大略陈述, 心中所想, 希望将军仔细考虑 吕凯的威势信誉在军内很显著, 被郡中人信赖, 所以能保全自己的明节。 等到丞相诸葛亮往南征讨雍凯, 大军已出发在路上, 而雍凯已经被高定的部下所杀。 诸葛亮到了南方, 上表说, 永昌俊丽, 吕凯, 俯成王抗等坚守中义, 守卫边境, 已有十多年, 雍凯, 高定在东北方面威逼他们, 而旅凯等人坚守正义, 不与他们来往。 没有想到永昌地区的风俗竟如此敦厚正直, 就任命吕凯, 魏云南太守, 封为杨谦庭侯。 此时, 是否吕凯被叛乱的少数民族杀害, 他的儿子吕翔继承爵位, 而王抗也被封为庭侯, 担任永昌太守。 马中自得信, 巴西巴西郡, 郎中县人, 年少时靠外祖附加抚养, 姓胡明睹, 后来才恢复马姓, 改名为忠。 他担任俊立, 建安末年被推举为校联, 担任汉昌县县长。 刘备东征在齿亭战败, 巴西太守言之蒸发各县士兵五千人, 以弥补缺漏, 并派马中将部队送到前线。 刘备已返回永安, 见到马中和他交谈, 对上书令刘巴说, 虽然失去了皇权, 又得到胡赌, 这是世间不缺乏贤财啊, 建兴连年, 丞相诸葛亮建崖开府, 以马中为门下都。 建兴三年, 诸葛亮进入南方, 任命马中为赃科太守, 郡成诸包反叛。 叹乱之后, 马中阵记安抚百姓, 在百姓中很有威望。 建兴八年, 马中被征召为丞相参军, 副长使蒋婉留在府中主管事宜, 马中又兼任周志忠从事。 第二年, 诸葛亮出兵骑山, 马中到了诸葛亮的处所, 参谋军事。 大军返回, 都将军张义等人争讨问山郡叛乱的羌人。 建兴十一年, 南方少数民族首领刘咒反叛, 侵扰各郡, 朝廷征召扶将都督张义回朝, 让马中代替张义。 马中斩杀了刘咒, 平定了南方。 朝廷封马中为将军, 奋为将军, 封为柏阳亭侯。 当初, 建宁郡杀害太守正郎, 并将太守张义捆绑到吴国, 过去都督经常驻守在平一县, 到了马中任官, 将至索移到至位县, 处在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 再加上岳规郡已经失去控制很久, 马中率领太守张义恢复旧郡。 因此朝廷派人加官马中为安南将军, 进封为彭湘亭侯。 延熙五年, 马中返回朝中, 被派到汉中, 拜见大司马蒋婉。 宣读赵旨, 被加封为镇南大将军。 延熙七年, 大将军费一率军北裕卫军, 留下马中游首成都, 人平尚书氏。 费一返回, 马中才返回南方。 延熙十二年, 马中去世, 他的儿子马修继承爵位。 马中为人宽容大度, 很有气量, 但喜爱幽默大笑, 愤怒不表现出来。 但是遇事能遇事果断, 恩威并利, 所以少数民族都为居佑爱戴他。 等到他去世, 他们都亲自前来吊丧, 痛哭流涕, 并为他建立此庙, 至今还在。 张表是当时的名士, 清廉和名望超过马中, 严宇向来很有功劳, 做事时很精明能干。 他在马中之后, 他的威势和功绩都比不上马中。 王平, 自子军, 巴西郡荡区人, 原本养在外祖父和世家中, 后来回父王姓。 跟渡祸, 瓢胡到了洛阳, 担任校尉, 跟随曹操征讨汉中, 又投降了刘备, 被封为衙门将, 毕将军。 渐兴六年, 隶属于参军马肃, 担任先锋, 马肃舍弃水源将部队驻扎在山上, 部队分支调配很混乱, 王平接连规劝马肃, 马肃都不采纳。 后来在揭庭战败, 部队都四处离散, 只有王平带领数千人, 击鼓铭金坚守阵地, 卫军将领张和怀疑他有伏兵, 不敢逼近。 于是王平慢慢收拢其他部队, 缓慢前行, 率领将士撤退返回。 丞相诸葛亮诸沙马肃以及将军张修、 李胜、 剥夺将军黄袭等人所率领的部队。 只有王平受到特别的恩宠, 加封为参军, 统帅五部兵马, 监管营地事宜, 并晋升为讨寇将军, 封为庭侯。 渐兴九年, 诸葛亮出兵骑山, 王平另外率兵驻守南维, 魏国大将军司马懿进攻诸葛亮, 张和进攻王平, 王平坚守不动, 张和没有能攻克。 渐兴十二年, 诸葛亮在武功去世, 大军退缓, 魏严作乱, 一次交战就战败了, 都是王平的功劳。 后来被升任为后典军, 安汉将军, 副车旗将军无一驻守汉中, 又兼任汉中太守。 渐兴十五年, 进封为安汉侯, 代替无一驻守汉中。 延熙元年, 大将军蒋婉驻守在缅阳, 王平调任为乾护军, 主管府中事宜。 延熙六年, 蒋婉返回福县, 王平被任命为乾坚军, 镇北大将军, 统管汉中。 延熙七年春, 魏国大将军曹爽率领步兵骑兵十多万, 出兵汉川, 前锋部队已在落鼓。 当时汉中的守兵不足三万, 将领们都很震惊, 有人说, 现在实力不足以抵抗敌军。 应当固守汉, 乐二成, 如果遭遇敌人就让他进来, 很快, 福县的援军就足以援救这里, 王平说, 不能这样。 汉中距离福县将近千里, 敌军如果得了关口, 一定会作乱, 现在应该先派刘护军, 杜参军占据姓士山, 王平作为后援。 如果敌军分兵进攻黄金, 我就率领千人亲自下山迎接, 不用多久, 福县援军赶到, 这才是上纪, 只有护军刘敏跟王平的想法相同, 随即实行。 福县各军还有大将军费一, 从成都相继赶来, 卫军撤退, 都像王平原本的计策。 这时, 邓芝在东面, 马中在南面, 王平在北境, 都很有名望。 王平生长在部队之中, 不会写字, 认识的字也不过十个, 但他口授写书, 都很有道理。 他让别人读史记, 汉书等传记给他听, 能了解其中的意思, 往往谈论起来, 没有失掉其中的要旨。 他遵守法度, 言语间都没有戏谑, 从早到晚, 端坐中日, 没有武将的强势, 但是性情狭隘多疑, 经常很看清自己, 并因此受到损害。 延熙十一年, 王平去世, 他的儿子王迅继承爵位。 当初, 王平的同郡人, 汉昌人巨服忠厚宽容, 多次建立战功, 功名爵位, 仅在王平之下。 官至左将军, 被封为荡渠后, 张仪, 自薄齐, 八郡南冲国人, 二十岁时, 就做了县中公曹。 刘备平定属地的时候, 山中盗匪攻打县城, 县长弃家逃跑, 张仪冒着敌人的刀剑, 带着夫人逃出县城, 得以夫人免于一难。 因此显明, 周中征召他做从事, 当时境内的士人, 公禄, 瑶州都是官位两千十的大臣, 在当时很有名望, 他们都跟张仪很友好。 建兴五年, 丞相诸葛亮往北驻守汉中, 广汉, 棉竹的山贼张牧等人抢夺军资, 劫略百姓, 张仪以都尉的身份率兵征讨, 张仪估计他们已经四处离散, 但难以靠战斗擒货, 就假装与他们和亲, 约定日子, 备办九席。 严九正憨, 张仪亲自率领左右侍从, 趁机将张牧等五十多人斩杀, 部队的首领都被一网打尽, 随后追讨其余贼人, 十天之后地方就安定了。 后来, 张仪病得很重, 家中又一向贫困, 广汉太守, 蜀郡人何止, 名为通厚, 张仪向来与他没有什么交情, 但他自己坐车到住处拖他, 为自己治病, 何止倾尽家财, 为张仪治病, 几年后就病运了。 张仪崇尚大义大都如此, 他被任命为衙门江, 隶属于马中, 率军往北征讨问山叛乱的羌人, 又往南平定过四郡少数民族叛乱, 经常有出谋划策, 克敌制胜的功劳。 渐兴十四年, 武都郡的敌人王福建请求归降, 派将军张卫前去迎接, 过了约定日期还没有到, 大将军蒋婉心中很是忧虑。 张仪估计说, 福建请求归降很诚恳, 一定不会有变故, 平时听说福建的弟弟很狡诈, 而且胡人不可能一起来归附, 恐怕将有背离的情况, 所以才滞留罢了。 过了几天消息传来, 福建的弟弟果然带着四百户人投奔魏国, 只有福建前来归顺。 当初岳归郡自从丞相诸葛亮征讨高定之后, 首部少数民族多次叛乱, 杀害了太守公路, 焦黄, 后来的太守都不敢到此任职, 只在安定县, 距离郡中治所有八百多里, 这个郡所只是须有其名。 当时朝中议论, 想要恢复旧郡, 任命张仪, 违越归太守。 张仪带领属下前往郡中, 永恩惠信以招有他们, 各地少数民族都很信服, 前来归顺。 又北部边境的捉马族非常骁勇, 不愿意接受管制, 张仪前往征讨, 将他们的首领魏郎升勤, 又将其释放回去, 告诉其他人, 让他招揽其他人。 张仪上表请封魏郎为义侯, 其部族的三千多户都留在原地并有任职, 其他部族得之后, 大多渐渐归附, 张仪应功劳被赐封爵位为官内侯。 苏其义军东逢, 东逢的弟弟魁渠等人, 已经投降又再次反叛。 张仪诛杀了东逢, 东逢的妻子是牦牛王的女儿, 张仪用计策宽恕了他们, 而魁渠逃往西部边境, 魁渠刚猛强悍, 是各部都很畏惧的, 他派遣两名亲信假装向张仪投降, 实际是为了获取消息。 张仪发掘后, 对二人徐以重赏, 让他们刑反监计, 二人就合谋杀死了魁渠。 魁渠死后, 各部落都安定下来, 另外有司都部落首领李求成, 过去亲手杀了公路, 张仪招募人抓获了他, 隶数他所犯的罪行, 后将他诛杀了。 开始张仪因为月归郡境外的住所和房舍都毁坏了, 又另外修建了一个小屋。 张仪再关三年, 转回调任回原来的郡中, 修缮城墙, 少数民族男女没有不出力的。 定座, 台灯, 杯水三个县, 距离郡中治所有三百多里, 过去出产盐铁和漆, 而当地的少数民族长期拒为自己的收益。 张仪率领部下夺取这些物资, 在那里设立官署。 张仪到了定座, 定座的百姓率领豪强, 少数民族首领郎层, 是盘牧王的旧父。 少数民族很是信任他, 对张仪侵占他们的利益非常愤怒, 不来拜见张仪。 张仪派十多名壮士前去收押郎层, 鞭打后杀死, 将他的尸体送还他的部族, 并对其后家奖赏, 向他们宣告狼残的罪恶, 并且说, 不要擅自妄动, 叛乱就消灭你们部落的人, 那些人都反绑双手前来谢罪, 张仪杀牛设样款待他们, 重新声明恩威信义, 于是获得了盐铁产业, 物资非常丰富。 汉家郡界的牦牛部族有四千多户, 他们的首领郎, 想要为自己的姑父东逢报仇, 就派自己的叔父黎率领部下去观察形势。 张仪反过来派亲近之人送游和酒, 犒劳赏赐他们, 又让黎前去看望东逢的妻子, 让他宣布张仪的想法。 黎受到赏赐后, 又见到自己的姐姐, 梁姐弟十分欢喜, 于是将他们率领的人马来拜见张仪, 张仪对他们后家赏赐和款待, 让他们回去, 牦牛部族从此不再成为祸患。 郡中过去有道路, 经过牦牛中部抵达成都, 既平坦又捷径, 自从牦牦牛部族断绝道路后, 这条路不能通行已经百余年了, 于是赶游安上通往成都, 道路既艰险又偏远。 张仪派左右侍从带着钱财货物赐给狼鹿, 又令狼鹿的姑姑转达自己的意思。 狼鹿就率领兄弟妻子都来拜见张仪, 张仪和他们蒙事开通就道, 千里的鹿一招肃清, 又设置了驿站。 张仪上表请求认狼鹿为牦牛之王, 派使节带着狼鹿入朝进贡。 后主刘善就加封张仪为辅荣将军, 像过去一样担任太守。 张仪出见废衣, 他担任大将军, 性情犯爱, 但对他人信任太过。 张仪写信告诫他说, 过去陈鹏率尸而来, 莱西手持福姐, 都被刺客杀害, 现在宁位高权重, 应该以前世为鉴。 稍稍警惕, 后来费衣果然被魏国的投降之人郭修所害。 东吴的太府诸葛克, 因为刚攻破魏军, 大兴兵马想要进攻。 市中诸葛瞻, 是丞相诸葛亮的儿子, 是诸葛克的堂弟, 张仪给他写信说, 东吴国主刚刚驾崩, 后主实在是很年幼弱小, 太府受一命之重, 多么不容易啊。 像周公那样的才干, 尚且有着管仲, 蔡叔的流言变故, 霍光接受任命, 还有燕王弹, 盖长公主, 上官杰等人的谋逆之乱, 仰赖周成王, 汉昭帝的明达, 才能免于这样的祸患罢了。 过去每次听说东吴国主杀生上罚, 不委任下人, 又现在已极佳, 又在即将去世前, 突然召见太府将后世嘱托, 实在是可以考虑的。 再加上吴, 储之地的百姓, 性情飘悍急躁, 都是过去所记载的, 而太府离开少主, 在敌人的地盘中步履为奸, 恐怕不是长久的良好计策。 虽然说东吴法纪井然, 上下和睦, 但百有益师, 难道不是明智之人的谋略吗? 效法古代来做现在的准则, 现在就和古代一样, 如果不是您向太府进中言, 还有谁能说这些话呢? 大军退回, 推广农丧, 推行德政恩惠, 几年之间无数共同起兵, 实在还不晚呢, 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这件事, 诸葛克最后因此被灭族。 张仪的见多识广大多像这样子, 张仪在郡中十五年, 城中安稳, 他多次请求返回京城, 朝廷就征召他到成都, 当地百姓都很留恋他, 扶着车马, 流着泪追随, 他经过牦牛县, 县中的义军带着老少来迎接他, 一直追到蜀郡县内, 首领率领相随前来朝贡的, 有一百多人。 张仪入朝后, 被任命为荡寇将军, 他为人慷慨壮烈, 世人都很看重他, 但是放荡不注重李洁, 很多人也因此讥讽他。 这一年是延西十七年, 魏朝的敌道长李洁, 写密信前来请将, 为将军江伟, 率领张仪等人看着李简的资助, 资助出兵隆西, 到了敌道, 李简率领城中的全部官吏百姓出来迎接蜀军, 在军前跟魏朝将领徐志交锋, 张仪临阵身死, 但他所杀伤的敌人也有很多, 他去世之后, 朝廷封他的长子张英为西乡后, 赐子张护雄继承爵位, 南方的岳归郡的百姓少数民族得知张仪去世, 大家都很悲痛, 并为他建立此庙, 一年四季水汉季节都祭祀他, 平约, 黄泉宽宏大度, 气量宏大, 李辉怀着对公家工业的志向, 吕凯守着节操不肯改变, 马中勤劳又果异, 王平忠勇而又严整, 张仪能明察又果断, 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所长而得以显明发达, 是因为正德其实啊。